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牌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新練就可以實現 2020年急劇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貢獻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4次龍鑽結瓶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級短折 2020年3月19日 價錢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 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億元的超級短折 再度大聲幾乎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 無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贏債拐點 抓趨勢 贏債拐點 歡迎收看邏輯國藝 我是理財周刊的副總出筆 李希鳳 昨天的這個夜盤 台子期夜盤 他最後我記得起床的時候是收漲的 那本來感覺心情上面是蠻輕鬆的 結果今天的這個台子期 他就直接開低 8點45分以前那個撮合 就讓我嚇一跳 因為跌100點 這個落差就很大了 從漲好像是62點 然後到跌100點的這種撮合 就感覺不太妙 雖然說我們昨天是講說拉高結算 但是我們在節目中 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這個拉上去 我覺得3月份怪怪的 比較保守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是不是要來轉空單 但是他更乾脆直接開低 那就怎麼講 你昨天追高的人 今天想跑都跑不掉 直接把你套住 我昨天還想說這個地方 可能還會再上一下下 結果連上都沒有上就直接往下 這就不太好 因為他整個的預期都不一樣 對我來說 這個事先的這個作戰 一旦 插得太遠的時候 就表示說誤判 這個時候的這個誤判 通常是危機處理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有人停損 有人停損 這個是在開紅盤之後 我看到的第一次的一個警訊 真正的警訊 你看到開紅盤當天大漲500多點 隔天他直接開低 而且是收回來 但是基本上這個缺口還是有漲幅的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它視為隔日沖 我不會把它當成是這個停順 然後就是短線的獲利了結 所以我這個我可以理解 然後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是在這個 就是量縮 然後後來增加的時候怎麼樣 他是量縮 然後增加的時候他就漲 對不對 然後這裡也是量縮 這裡是最小量縮 然後他還是漲 就是量縮之後 量一增 就籌碼增電完之後 然後開始要漲的時候 他都是量一增加他就漲 所以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那這兩天量縮了 縮了之後的增加 是第一次出現量增價跌 他量出來了 但是他不是為了要買 他是為了要賣 那這個事情就很大了 而且昨天是收高 這個收高的這個位置 我給他算了一下 就是15669 然後我們這次的低點 是12629 所以要漲3040點 對不對 3040點 你再給他算一下 就是這個 這次的高點是18619 對不對 然後減到12629 所以是5990點 所以我們再算一下 3040除以5990 剛好是50% 50% 講錯 50% 怎麼意思 就是如果剛好你在最低點的時候 然後11月買進 買進之後 一直報到現在 我們說三個月的這個紅包行情 從11月12月到1月 那這個紅包行情怎麼樣 讓你攤平解套 攤平解套可以達成目標 後面如果要繼續走的話 就一定要有業績的支撐 因為你走到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他已經相當的程度反映了 下半年已經庫存已經清除完了 然後再來是需求 可是這個需求是強還是弱 我們昨天講不知道 到底是V型還是U型 還是W型 甚至什麼L型 都完全不曉得 這個有點麻煩 因為目前到這個地方 15000點 我認為是合理價位 就是一半 合理價位之後要如果要繼續漲 就要有業績的支撐 業績不知道 聯準會呢 就態度就很明顯了 他就是要維持高利率 昨天的那個數據 CPI的部分 結果給了大家 你不能說他是驚嚇 但是他也不是情人節禮物 對於白宮而言 他看到的是CPI的連率 他是下滑的 所以他蠻高興的 但是就市場的角度來說 他看到的是月率 月增率的部分是上升的 而且上升的幅度是更快 因為住房的租金 他增加的速度比較快 因為房地產這個東西 他是有滯後性的 對不對 他有滯後性 他通常蓋好 這樣子包括租金一打就是一年的合約 所以他有12個月的滯後性 這個滯後性現在就是在看 到底會多久 他會影響到聯準會 把這個利率放在5%以上會放多久 這就差別 你在高利率的情況之下 企業的獲利能不能如預期的 這個就是V型也好 或者是U型也好的一個復甦 這就很難說了 所以漲到這個位置 連線這個位置 他就是攤平解套 這個地方要整理了 這個整理的幅度就不好說了 因為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他這一次的走勢 有點複製這一段 這一段的走勢 現在我覺得好像要開始走這一段 好像要開始走這一段 為什麼 我們昨天講說KD值有沒有 他這一次做的真的是漂亮 你看到上一次的時候頭部對不對 頭部 然後這個地方破線 破線 破線之後這邊做了一個回撤 回撤頸線他沒有在這裡 他在低值的這個地方 這裡也是一樣 然後他這裡做了一個假的W 跟你講他就在拐高手 但那個高手不是我 沒有被他拐到 他看起來很像 從那個感覺就好像他要做W 他打W他昨天的收盤怎麼樣 就可以收過去 你仔細看 他是收過去的 我幫你放大一點 對不對 他這有穿頭 有穿頭 所以我想如果說 你如果是比較極性質機動派的 可能就會被修理到 所以我昨天的時候我一直想半天 我就覺得說他可能會拉高 拉高結算 但是我決定不參與 而且我覺得三月份可能會是轉控單 結果又好死不死的又被我拆到 又被騙一次 他又來賊這一招 這邊就是一個稍微的不同 我們說技術分析就是基於統計 他會歷史重演 但每一次歷史重演都會有頂編不一樣 會有頂編不一樣 這個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其實他千篇不律 一樣的是什麼 一樣就是不能貪心 很多人講不貪心是很簡單 但其實很難 難在哪裡 難在就是當你輸的時候套牢的時候會怎麼樣 捨不得 捨不得 所以這個難就是難在停損 停損完之後還怎麼樣 你要克制你想要翻本的衝動 就是要認輸 你不要不甘願 然後一直要怎麼樣 馬上把他拗回來 大概就會死人慘 所以昨天陷阱大概就是在講這個 現在這個盤其實你如果看這個 我是覺得說蠻簡單的 就是開低 這有缺口 那有缺口的情況之下 之前都有做一個回補 這也是開低了 回補 那這也開低嘛 那也回補 現在就看明天 明天如果不回補的話 留下這個缺口 對我來講它是缺口 它有沒有實際補起來 應該沒有 我看昨天的最低點是15584 今天最高15553 所以它這也有缺口 但是這個缺口沒有補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下去 那當然你如果說對這個技術分析的細節 沒有那麼的熟悉 其實也不用那個 因為我以前的時候就是看這個其他的市場 因為現在資金全球化 對不對 大家也看美債 大家也看聯總會 大家也看基本面 EPS 對不對 所以大家想法其實差不多了 那想法差不多 那你看別的市場都已經開始拉回了 1 2 3 4 5 有三個點 三個低點 5 5浪 然後指標高位 修正 來到了這個連線 也是連線 那也是一樣破線 這個趨勢線 破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 很多市場應該都跑不掉了 那這一次的道琼 我看了半天 我一直在看說 到底這個在走什麼 先前不太想去理他 因為道琼就是這樣子 你看外他的時候通常都是 他就不跌 他叛逆性很強 等到你現在覺得說他不錯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個好像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一個B浪 我覺得他可能要回來 一個C浪的一個部分 因此 這個 因為他模糊性很高 所以我決定就休息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我最近群裡面 都不太發 算是技術分析的分享 因為我通常會拿個股的圖形 去分享或是什麼 你會覺得說 蠻悶的 那就是不能碰 一碰你就 我今天如果很厲害 其實潘仲偶說我有在看 但我一點心動都沒有 然後我也不想去理他 我也不想知道說 他昨天特斯拉漲7% 對於車用電子有什麼好 然後我也不想知道陸委會 對港澳自由行開放 三年的已經關了三年之後的開放 對於這些旅行社有什麼樣的一個 我一點衝動都沒有 你去要做你就去做對不對 要漲你就去漲 我都有給他看了一下 但是我就不想截那個圖 我不想去分享說 這個圖有多美這樣子 一臉衝動都沒有 你看這個熊獅 熊獅真的很厲害 他你看 他那個阻力做線 做到這種程度 他做月線 他不是做你看 他是越電越高 可是他好多上影線 結果他上影線都可以過 那就很厲害了 但是一點想法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情走到這個位置來看 他會漲到這種餐飲 光光 而不是漲半導體 也不是漲金融 也不是漲圈支股 那我就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最後面的那些個別的那種股票 然後做了最後的股漲 我的想法就這樣子 尤其是巴菲特有沒有 今天早上為什麼台子期 他原本是漲的 夜盤是漲的 結果開盤一開就開低 就只有一個新聞 就是巴菲特 他的公司在第四季的時候賣了台積電 所以大家都在講說 台積電隔季衝這樣子 這也要拿三個月也不容易 要我拿一個禮拜 我早就跑掉掉了 像這種震盪 我早就技術分析 我早就跑光了 還沒有震 我就已經大概就秒受散了 你看他第三季的時候是9月 我們那時候猜的時候是猜說 他在美國晶片的禁令 然後這個地方開始做買氣 這樣子看起來的話第四季 對不對 第四季時間在這裡 也就是說 這個一反彈上來之後 他就賣掉了 就賣掉了 等於是說他可能是小解套 他買又買 他可能沒有賺很多 是這樣子 當然他如果加碼一直加碼 但是有賺了 但是沒有賺很多 所以他等於是做了一個短線 那他也在告訴大家說 半導體的景氣 他覺得還沒有觸底 所以他才要走 這一走就把台積電給打下來 這個台積電一下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指數就難免要修正 所以我想大家要把時間往前推 先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今年的這個行情 我認為他好做的就是在第一季第二季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反彈 這邊是一個A 這邊已經有一個三浪了 但這個三浪我覺得它是B之一 接下來他要做一個修正 這個修正是一個B之二 那時間呢 這裡已經是二月了 對不對 那這裡的時間呢 一定是過了這個四月 因為四月這個財報 第一季財報 所以這個大家要閃的就是要閃 那個第一季財報 第一季財報 如果說你很有經驗的人 就可以知道去年的三四月別翻了 然後這邊呢 這個四月我覺得還是要那個 就像我們學這種甘絲角度的 對那種週年紀念日 是非常的在意的 非常在意 就疑似感 所以你會發現去年四月幹什麼 上海封城 所以今年的四月呢 其實你不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講 因為我當初我也不相信這些 但是自從我學了這個甘絲角度之後 他就是這麼說啊 那我就給他驗證 所以今年的四月 我覺得還是不太好 是這樣子 這個B浪B之二的部分會在四月 那接下來的部分就是等 等他完了之後 然後在庫存結束再漲一波 然後再來是下半年 下半年 你們講過下半年比較不好做 我覺得是這樣子 到時候再說 這個就到這邊 我們再來看看個股 個股的部分 我看一下今天的 外資 他們今天都是賣 然後昨天的時候就在賣IP類 今天不知道怎麼樣 本來沒看 台積電 建設 世界 大金融 聯勇 看一下聯勇 404 404 然後收398 那這個是 我記得401這個附近 好像是我們甘絲角 那這個地方 我覺得 還可以 還可以 但是 都高難度了 這個不太好 做 那他有賣 看到時候影響怎麼樣 保雅 保雅 保雅這個也是在一個高位 這個高位 然後走中 這也是 只能夠 只能夠等 就是做那種長線的人 可以可以去那個 然後再看這一個 長榮他昨天有賣 有買 今天賣了 還原一下全值看看 昨天沒有看還原全值 這支股票 我覺得要追蹤一下 因為這個 至少是20%的殖利率 不知道要怎麼樣做他 打底時間還很久 在半年線在上面 這還有 還有個等 我們再等一季看看 然後這一個富邦媒 富邦媒的整理還可以 但是這就整理了 這個季線要跟半年線這邊交叉 像港股那樣子交叉 可能才有機會 那這看一看也是要到3月 就這樣子 好 那麼 元泰買不動了 這邊已經來到了半年線了 元泰買不動了 這個地方要稍微看一下 上一次的時候我們講 他這個地方破線之後的打底 然後要上來說我們有注意到 注意到之後呢 接下來的部分 他又遇到壓力 這個不是真正的底部 走這種方式 就不是真正的底部 那麼 但是 也不會馬上的怎麼樣 只是說遇到了 長不動的那個部分 所以這個要再整理囉 然後看這個 美食華興高麗 材料 有幾支股票 他被納入到MSCI小型股的成分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到目前為止 這個走勢就乾乾淨淨了 這個就厲害了 那會不會是下一個高麗 這個可以做追蹤 高麗的部分看一下 這都還是很厲害 一條線 漲不停 那當然這也沒辦法做 這只能看他表演 那因為他撲回來 其實根本碰都不能碰 可是就很漂亮 壽司 壽司今天又漲停板了 沒有注意 這厲害了 所以第一季的財報 就是餐飲業了 但是等到3月4月的時候 可能就 可能就要休息了 所以基本上 今天外資買的股票 都有高 但是就是不好做 就沿著這樣子一條線 都長線的股票 這樣子一條線 所以我們這一期的週刊 就是說提示大家風險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要把那些 線型比較有機會的股票 做一下統計 統計完之後怎麼樣 要開始看回檔的支撐 也就是說你看一看 像中芯電對不對 然後像材料 高麗 甚至美食 生技裡面的美食 這些都是屬於 長線的籌碼 都穩穩的還在裡面 但問題是你要在哪個時間點介入 所以藉著這一波的整理 來去觀察這些股票 它的買點 是接下來的功課 所以會有一段時間比較無趣 這個盤你就要讓它就做一個修正 否則的話這個根本不好介入 很難選 這股票就變很難選 你說這個長期投資 但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好做 看一下滑心 你看滑心也是這樣子 一條線 就慢慢慢慢電 現在大家手法都很類似 所以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看的就是 在這個急漲完之後的整理 它是不是強勢的 它如果是強勢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要去介入它 這樣子 那現在就只能夠等 等一些股票做整理 是要做分類的 做分類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放上去 然後今天的尾盤 中尾盤之後 因為早上的時候忘了講 就是在 這個其實要找HDI HDI是星星 星星的部分就是全球第二大 那就收的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還是搖天機器人的部分 搖天機器人 它的模型 大模型運算一次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又花錢 當然最重要就是運算的平台 它必須要高速 然後之前的時候是高耗能這些的 現在高速的部分 就除了連接器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在PCB的板子上面 HDI的這個部分 它會用的更多 讓他們的傳輸可以加快 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當像微軟Meta 它開始就是加碼這個伺服器中心 必然的PCB的HDI板的部分就會增加 連接器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回到再一個話題就是 這一次的AI所造成的軟體的 軟體的聊天機器人的這個部分 現在雜道方向就是要用在車子上面 自動車的那個駕駛 有點像我們在以前的時候 看那個影片霹靂遊俠 李麥克那台霹靂車會講話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然後勢必會帶動很多的 硬體的這個部分 這個硬體的部分 大家都在看 現在新的就是在PCB板的部分 HDI 這樣子的就是 新興啦 新興那是第二大的一個部分 這是在 就沒有 因為今天盤中的時候在忙 因為禮拜三趕搞 就漏掉這樣子 好 那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於是上來講 接下來的部分會是 2月份的大飛龍跟2月份的CPI 然後再來是聯準會的開會 3月23前後 然後這個位置剛好是春分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那我覺得這個轉折 可能之前就是說 從現在到下一次聯準會開會的春分 可能都是整理 所以時間有點久 所以大家要稍微冷一冷 冷一冷的一部分 好吧 那我們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 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就是你